台东县社区保姆系统在3月15号办理保姆在职教育课程 课程主题是认识与促进婴儿语言发展 县长夫人陈林彦以及社会处长钟清博 东大幼儿教育系主任吕肃信都到场参加 非常非常的荣幸今天可以代表黄建廷县长来这边颁奖 给这十位最认真学习最愿意付出的专业保姆们 我想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没有baby 尤其是台东本来人口就这么的少 你知道去年一整年台东只生了1500个baby 黄建廷看到报表的时候那个眼睛 怎么办怎么办好忧愁喔 那面对这个少子化我们地方政府能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设法在营造一个更好的托育环境 包括提供给这些专业保姆的一些课程 来增进你们服务的能力 那希望呢也能够造成一个很好的产业 然后让这个妇女们可以各取所需 比方像我 我就不是家庭主婦的料 我就适合去上班 我觉得上帝是公平的 但是当我去职场上班的时候 我觉得需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一个好的保姆 我知道我的baby在他的手上 非常非常的安全 而且非常非常的快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政府在努力做的事情 县长夫人陈林彦特别感谢这次领取全勤奖的九位保姆 也谢谢社区保姆系统的用心 其中有一位保姆有个无私奉献的爱 照顾一位受行人家庭的幼儿 让宝贝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 台东县社区保姆系统设在台东大学 有托育、媒合与转介 以及托育的咨询服务等等 更针对0到6岁的婴幼儿照顾者 开办了84小时的课程 期望借由课程增进专业人员知识 以及实务技巧 并且促进跟家长合作关系 来提升托育的服务品质 以上是东台讯文部发明的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